定位还是送餐 Bob是美国人 可是他和家人住在新加坡的一个公寓 他们觉得公寓很方便 因为在公寓的附近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比如说美国餐厅、日本餐厅和中国餐厅 周末的时候 Bob通常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因为他觉得不但晚饭很重要 而且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很重要 他们最喜欢顶太风的餐厅 因为顶太风不但有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 而且有各种各样好喝的饮料 顶太风的服务也很好 因为他们的服务员天天很开心 而且他们说欢迎光临 可是周末的时候 顶太风的餐厅通常有很多的人 所以Bob要先打电话定位 你好 我们是顶太风餐厅 我可以帮你吗? 你好 请问 可以定位吗? 可以 请问 你要什么时候定位? 我要星期六定位 可以吗? 你要定午餐还是晚餐? 我要定晚餐 可是我们的晚餐没有味了 星期天可以吗? 星期天也可以 好的 大概几点来餐厅吃饭? 我们大概晚上五点半来餐厅吃饭 好的 请问你有几个人? 我们有五个人 可是 对不起 我们没有五个人的桌子了 我们有四个人的桌子 可是 我的家有五个人 一家人一起吃晚饭很重要 四个人不可以 好的 我明白 我们的餐厅有送餐服务 我们可以送餐到你的家 你们有送餐服务 太好了 可是 送餐要加钱吗? 是的 送餐要加钱 可是很便宜 加五块钱 可以 送餐不贵 我们要送餐 可是 我们要怎么点菜呢? 你可以上网点菜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 味道都很好 太好了 上网点餐 太方便了 是的 很方便 请问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 Ochard花园公寓 15楼20号 好的 请问 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是什么? 我叫Bob 我的电话是 81985834 好的 Bob先生 我们的服务员 在星期六五点半送餐到你的家 好吗? 太好了 谢谢你的服务 再见 谢谢你 再见 回答问题 一 Bob住在哪里? 他的社区方便吗? 为什么? 二 通常什么时候 Bob和家人一起吃饭 为什么? 三 为什么Bob喜欢去顶太风餐厅吃饭? 四 为什么Bob要打电话定位? 五 Bob要星期几去顶太风餐厅吃晚饭 为什么不可以定位? 六 Bob要几点送餐? 送餐要多少钱? 七 Bob的电话是什么? 八 如果是你 你要送餐服务吗? 为什么?